12月24日,天狱发布了《神异之战》资料片,就让少师带大家回顾一下首部资料片里面有什么内容吧。 《鸡天之义》,宝剑出鞘少年义,君临天反素骨金,主线剧情第四章《鸡天之义》,壮丽场景,上古战场云垂近地,神异俊,一片和白地与光刃密切关联的神秘之地。 新一届山海榜的排行,终极的挑战难度,尽在清临镇腰挑战副本,全新PVP帝国边境,未知的对手和挑战,服务器间的争斗,帝国战争只为荣耀而战,腰玄金印国肩战,再望清临白地出,一切尽在神异之战。 天狱大事迹部分到此就结束了,少师先去后台喝口水,各位玉霸们待会儿见。 各位玉霸们大家好,我是怒林之火,小鹿,云垂一文鹿的部分就包在我身上了,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,亡命岛抱子的山海兽王如是说, 自山海兽王出现以来,玉霸们往往会为了荣耀和宝物,在其面前争夺到深夜。 10月份,清容花语剧的两大联盟,还联手贡献了一场将近24小时的激战。 这场战役,从周日的21点,持续到了周一的20点17分,将近24个小时的激战,总计数十万次的死亡,超过十位杀人过千的玉霸。 以至于,在这场史诗般的战役之后,从玉霸的健康与情侣和谐的角度出发, 开花族决定多爱boss的回血机制进行修改,以避免熬战过于长久,玩家经历开花的情况发生。 各位玉霸们,激情成可贵,鸡血架更脏,但也请你们多多保重身体,不要太过操劳啊。 梦回苏兰世界频道宣告崩溃,究竟为何? 苏兰城桥桥头成为人海汪洋,原因何解? 是幕后黑暗的暗箱操作,还是人性贪婪的启示?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之,染料的秘密。 如果染料满天飞,世界会是怎样? 在梦回苏兰和盐锤封烟何区的衣食? 一位玩家就以连开100组染料箱子,共计9900个染料的方式,引爆了整个服务器。 长达50分钟内,世界频道不断刷屏。 而更让人惊呆的是,这位玩家将开到的燃料,大部分以一云币的价格,丢给了苏兰桥头败摊的吃瓜群众们。 这也就有了之前的这一幕幕盛景。 据玩家反映,当时的世界是这样的。 哎,可惜小洛当时在怒林班转,竟然错过了分享染料的机会啊。 发生在天狱的浪漫有很多,小洛也常常围着感动。 现在就看看一位取谋一角,用心又浪又慢的玩家在妹子生育时为他做的事情吧。 当跨幅号角遇见兔子先生,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 一个用心的浴霸带给妹子的感动到底有多少? 在烟雨苍蓝,某位妹子生日来临之际,来自18个不同服务器的18个跨幅号角,撑起了这份用心的生日快乐。 每个服务器小号的名字连起来,竟然还是一首动听的兔子先生。 这样的用心,如果小洛是妹子,不光是立马嫁了,恐怕连二胎政策都已经响应了吧。 2015已经过去,2016刚刚上路。 在此,邵氏和小洛受开发组大大们委托,祝愿各位玉霸们在2016年生活顺利,游戏愉快。 开发组大大们也一定会更加努力,让天狱在2016年变得更好。 本期天狱大小事到此结束,谢谢各位玉霸的收看。